是个违病,有个汗 分享两位众多 祝你把血汗的屁股乱起来 大家好,我是众医刘凤霄 现在很多人都屁股血汗的毛病 什么标签呢? 至于艰辛的症状 就是肚子量 容易胃疼,腹疼 不甘吃神轮汗量的东西 负责就离开腹血,拿肚子 趁电打扁不成信 这个怎么办呢? 那么接下来 就分享一集出自伤痕论里面的 有联会中罗组织的这么一个消防 相信有些朋友已经猜到了 就是敢操敢讲他 他是可以优效地帮助改善 批诡虚汗的问题 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 首先 我们先来说说肝酱 说起肝酱 可能大家 都会第一时间编写到神酱 神酱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放在嘴巴里叫一口 就会感觉 喇喇的 而且如果 一般酱水糖下肚 鼻门就会感到肚子里面 一定一定的暖和起来 这是什么道理呢? 因为神酱 卫心 卫心 信文 就文中散开的功效 那敢讲 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在胡书中 是这样记载的 说 神讲新文 敢讲新热 所以 大家想想 一个文 一个舌 这就好比一个纯片 一个夏天 所以 自然不用说 敢讲 文拥散汗的力度 要比神讲 更加迅猛 而且 神讲 偏三 敢讲 偏出 所以 他的活力 又会比较的激动 特别适合那些 疲惫 喊气 比较厌重的人 那么 敢操 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敢操 敢武力 中医讲 敢 女婚 所以 敢操用在这里 主要的问题就是 为了奉执 敢讲 性子过于崩裂 一致出现这边 虚恨的问题还没解决 那没有导致 口腔溃 或者是 压印出血 等什么的证捧 所以 两者结合 不闻不早 就可以把你 屁股虚恨的问题 稳妥的解决了 大家知道了吗? 那么 到底那些人 适合用 敢操 敢讲堂呢? 第一 自然是 屁股虚恨的病 如果你 经常习惯 吃温热的食物 走点喝水 也要喝肉了 一吹冷风 一吃两个东西 肚子有疼 甚至拉肚子 遭上起创 喝个大喷嚏 用清水脾气 打脸不成性 等等 那么 这个时候 敢操敢讲堂 文东残汗 再喝水不过了 第二 如果你是 抠水比较多 但 另一方面 却是口感 又不像喝水 那么 这种情况 也都管是跟 屁股虚恨有关 因为 屁 开脚于抠 在意 未陷 所以 如果 屁股 不舍不住 就会不断地 用口吹出来 而之所以 口感 也是因为 屁股 阳气不足 不能把 鸡鸡 整腾气化 伤着到 口墙 所到辙 因此说 这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 敢操敢酿 它 用到 汗气散去 屁股 阳气恢复 进一整整 一气化 口腔 自然就 则愿了 嘿 如果你 经常地 收脚病量 或者脑皮 那么 这种情况 医药口律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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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出来 橙胸 充热的问题 因为 披 贼 住四肢 而 似习的这是 蝡 吸 鸟 递 这就是 含 死 其他 inhib 维 mí 所以,很快就会有鸟语,纵然导致鸟屁、鸟屁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干操干年糖用下来。 另外,譬如血汗的人,很有一个颠心的疹劳,就是射鸟蛋,射海败,两边还可能有吃亏。 所以如果你有衣裳的跌性症状 那么感操感酿糖 大家就可以用起来 大家知道了吗 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